李希,医学博士,本科内科学,硕士消化专业,博士研究方向,阿尔兹海默病,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针灸学会会员,马拉松达人,二十多年大健康从业经验,曾给我们精彩解读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让我们对健康中国国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还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十大观念,让我们对健康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这次又给我们带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导读,带您更好走进这本健康红宝书,提高健康认知,养成健康习惯。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下面继续一起来学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那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三条啊,叫做多吃蔬果,奶类,犬骨和大豆,前面我们提到啊,膳食指南提倡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那这里呢提到多吃,那就说明我们平常吃的不够多,除此之外啊,你会看到这个排序也是有讲究的啊, 你看,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蔬果,第二位的是奶类,第三类的是犬骨,第四位的是大豆,那您再来看一看蔬果,蔬果,我们把谁排在第一位,对,把蔬菜放在水果的前面,那带着这些问题,带着这些认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第三条的内容,那健康中国2030提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和人人享有, 落实预防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在很多科普的内容都可以看到,健康生活方式中有一条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这第三条,多吃蔬果,奶类,犬骨和大豆,那我们下面来看看,营养专家们会怎么给我们支招, 那里面的核心推荐会提到几个关键词,叫做,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通过这两个描述,会不会觉得蔬菜和水果还是略有不同,那其中提到,喝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其中相当于每天300毫升以上, 大家通过前面的学习就知道了,以上两个字又给我们一个认知,如果您只喝到了300毫升,对不起哦,你可能才60分,因为后面有一个以上,那经常吃全骨大豆制品,坚果怎么吃呢? 坚果是要适量,今天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坚果的这个店也特别多,一小袋,一小袋的,食用起来特别方便,嘿嘿,小心哦,扇子指南给我们的建议是, 食量吃,意味着就是什么,不要吃多了,那我们来看啊,我国居民在蔬果,奶类,犬骨和大豆的摄入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蔬菜摄入量逐渐下降,所以扇子指南要建议多吃,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觉得,哎,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这个水果呀,奶类呀,这些会不会吃的比较多呢? 看看我们调查的结果,水果,奶类,还有全骨和大豆摄入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所以我们整个的饮食方式,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就是动物性食品吃的越来越多, 蔬菜类呢,下降,水果,奶类,全骨大豆还处于较低水平呢,要尽快把它提升起来, 那究竟应该吃多少,究竟应该怎么吃? 我们来看,在从1997年的扇子指南到2022年的扇子指南,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牛奶的论述特别有意思, 1989年的扇子指南,大家早一早完全没有牛奶的事,从1997年扇子指南中开始提到了奶类, 那怎么提到呢?提到的是,叫做经常吃,到后来变成了每天吃,到后来变成了多吃, 从这个描述中,从这个扇子指南的建议中,您是否感觉到生活发展的变化? 那有人会提到,为什么1989年我们不提多吃奶类? 各位你想一想,1989年我们的国家的经济状况,食品的供应情况, 我们还远远做不到这个每天吃奶类,甚至多吃奶类。 前面我们讲到扇子指南有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发展性, 发展性,如果您的健康认知,如果您的健康行为已经远远走在扇子指南的前面, 远远走在身边人的前面,那我恭喜你,那你的健康的成果也一定走在前面。 那么这里又提到健康标准是不断提高的,我们说健康的标准不断提高, 从平均寿命70岁80岁到今后的越来越高, 那么奶类,那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注意蛋白质前面还加了一个优质, 还有维生素比二,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那我们知道蛋白质和钙这两个营养素就是我们考核一个奶制品最重要的指标, 也是我们摄入奶制品最主要的补充的营养素。 那么我们看到善罪指南从1989年压根都没有提奶类, 到1997年提到的是常吃,到2007年呢提到的是每天吃, 到2016年提到的是多吃,到2020年也是多吃, 但是2016年提到的是每天饮奶300毫升, 到了2022年就变成了300毫升以上, 所以从这个微妙的变化, 大家是否感觉到健康标准是不断提高的? 如果您在1989年那个时代, 你就每天喝牛奶300毫升以上了, 那我就恭喜您,您的生活水平, 您的健康认知, 你的营养摄入一定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所以我们要用动态的和发展的观念去看待营养标准, 还有我们的饮食摄入。 那么我们看到在牛奶中啊, 有一些说法说牛奶是牛喝的, 人奶是人喝的, 什么外国专家都建议少喝牛奶啊, 我们中国人不要喝这么多牛奶。 对于这样的这个论点和观点啊, 善事者的专家已经给了非常, 这个准确的一个论述,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 这个欧美发达国家啊, 牛奶消费量平均超过每人每年300公斤, 这什么概念啊? 几乎一个人每天一斤奶以上, 我经常出国也会感受到这一点, 每个去超市的人, 他的这个购物车里面一定会拎几桶牛奶, 每个家庭的冰箱里面一定都有几大桶的牛奶, 而我国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看, 我国居民现在的牛奶的饮容量, 每人只有21.7公斤, 和发达国家相差15倍之多, 所以这样的观点放在美国说是对的, 说哎, 你们的牛奶喝多了, 少喝一点, 但放在中国, 对不起, 不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 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中国人的饮食状况, 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喝奶, 当然你也不要指望喝一天的牛奶, 你的骨骼就充足, 喝一天的牛奶, 你的蛋白质就充足, 这里呢还是要遵循我们提到的长期主义, 还是要遵循我们的充足观念, 还是要遵循因人而异, 而如果你喝牛奶拉肚子, 那你可能就要换选择酸奶, 是吧, 如果你乳糖不赖瘦的话, 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方法, 还有一些建议, 那么蔬菜水果, 都是我们生活中知道, 常吃蔬菜水果对身体好, 那蔬菜水果呢主要是提供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还有这些东西, 那么尤其提到有一种叫做植物化学物, 那什么叫植物化学物呢, 那我们前面聊到科学家目前研究的七大类营养素, 以及人类必须的四十多种营养素, 这可是经过了科学家几百年的研究, 但是对不起啊, 食物中除了这四十多种必须营养素以外, 还有一大类物质啊, 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呢, 它不稳定, 所以它研究起来比较难, 发现呢, 比较晚, 那科学家后来发现, 哎, 这些东西, 哎, 如果把它运用得好, 对我们的健康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植物化学物呢, 我们会看到, 科学家对它们定义, 是已知必须营养素之外的化学成分, 它具有多种功能, 我们来看看抗氧化作用, 哎, 我们女孩子特别喜欢, 跟皮肤有关, 哎, 抗氧化作用跟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也非常有关呢, 跟我们的衰老也非常有关, 跟我们的癌症也非常有关, 除此之外呢, 还有抗炎, 免疫调节, 这都是一些慢性病的重要的一些机制或者功能吧, 所以你会看到, 随着科学家的研究不断的深入, 那么有些这些植物营养素已经作为保健品的功效成分, 已经广泛应用, 我们在市面上看了一些保健产品中就有这些植物营养素, 那么他研究, 他运用能够起到保护人体健康, 尤其是预防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慢性病的作用, 那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具备发展的观点, 你会知道随着科学家的研究不断的深入, 我们对植物营养素的功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未来呢, 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 那我们会看到健康需要养成习惯, 那这个习惯最好是从什么时候抓起, 我们都从娃娃抓起, 我们说操纵肥胖要从娃娃抓起, 那么多吃蔬果, 奶泪, 颧骨, 大豆, 这种饮食习惯, 也应该多从娃娃抓起, 那么我们说真正的家庭的健康习惯是从家里做起,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说家庭健康管理特别特别重要, 那家庭从谁做起呢, 当然是从父母做起, 如果父母采购食物, 选择食物, 喷调食物里面有足够多的蔬菜, 水果, 奶泪, 颧骨和大豆, 让我们孩子从小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 那么慢慢慢慢的, 他的这种饮食的模式就会确定起来, 所以家庭健康管理也是我们膳食科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地点和落脚点,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看看多吃蔬果, 奶泪, 颧骨, 大豆, 看起来很容易, 实际上里面还涉及到很多很具体的知识, 比如说今天我们去菜场里面, 哇, 那么多蔬菜和水果, 是吧, 几十种, 三百种, 我们应该如何选更合适, 是吧, 那我们知道要选新鲜的, 硬剂的, 那么如何选呢, 更加均衡, 选得不好, 可能也会适得其反, 那么蔬菜水果要多吃, 那吃多少才能达到我们健康的量呢, 那有人说, 哎呀, 我这个蔬菜水果好像吃不了那么多, 那么这和我们的第一条,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 又是密切联系的, 那其中提到奶类, 那么善生指南提到是各种各样的奶制品, 不要只极限于牛奶, 那这个牛奶怎么喝, 能够让我们喝得放心, 安心, 那我们知道牛奶喝多了, 可能有些人乳糖不赖症, 那对乳糖不赖症的,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 可以选择喝酸奶, 也可以通过少量开始啊, 循序渐进啊, 不要空腹喝牛奶啊, 等等这些方式, 能够让我们逐渐的适应各种各样的奶类, 那大豆怎么吃, 更加科学呀, 是吧, 大豆怎么吃, 更加的美味呀, 以及坚果, 现在我们提到要适量的吃坚果, 那坚果在善生指南的定义呀, 它的脂肪的油脂的含量达到40%以上, 所以对它的定义呀, 是一个高能量的食物, 那你高能量食物, 要和我们的体重管理关系密切, 所以我们说, 坚果虽好, 食量为佳, 那这个食量是多少呢, 是一把, 一百克, 还是五百克, 善生指南中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那最后呢, 还提到植物化学物质, 它的认识, 发展和运用, 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最后我们想, 在善生指南中提倡什么, 就是缺少什么, 多吃蔬果, 奶类, 犬骨和大豆, 也是世界各国善生指南重要的措施, 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我们的采购的这个篮子里面, 在我们家的餐盘里面, 这个蔬果是排在第三位的, 那如果我们请人吃饭, 应该怎么吃, 是荤菜为主, 还是素菜为主, 如果你了解了善生指南, 你会发现, 应该把蔬菜这些东西, 放在我们的餐盘的主要地位, 叫做顿顿有蔬菜, 考虑一下做不做得到, 天天有水果, 考虑一下做不做得到, 共坚共享, 全民健康, 健康中国, 这个营养先行, 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到, 多吃蔬果, 奶类, 犬骨和大豆, 养成健康的习惯, 父母呢, 以身作则, 从小开始,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 才能为未来的健康, 打下一个坚持的基础,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三条的内容, 谢谢大家。 , 谢谢大家。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